很高兴能够在周末来到看课馆 跟各位做一个教育 其实我今天跟大家一样 我也是报的学习是看过来的 因为我是陈老师多年的老学生了 我们九年我上陈老师的课 到现在的话已经二十四年过去了 对 那大家都知道陈老师学冠中西 尤其是对西学 这个我觉得了解得非常的精深 他不仅翻译了海德哥和维德根散的著作 而且很多年来他都是对科学 对人文的这种影响 科学对于我们世界观的这种影响 他有很深入的研究 十年前他有一本书叫《哲学科学常识》 我之前认为是汉语学界 在介绍哲学和科学之间复杂 而优微的关系 这个主题上面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本书 那今天其实这个主题是我先跟陈老师提出来 我说能不能讲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 是因为我对这个主题也很感兴趣 但我有很多问题想不清楚 所以就想借这个机会来 继续来上陈老师的课 那那个我说了今天我是嘉宾主持 主讲是陈老师 那作为嘉宾主持的话 我就先抛一个小问题吧 其实也都是问题 就是前两年我读到的一段对话 大家应该对刘思新非常的熟悉 那还有一位这个科学主题家叫做江小元 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 但是江小元我觉得是国内科者方面做的最好的之一吧 至少最有名的 对 您家之一我就同意了 因为最有名的还做了这样 那个 江小元跟刘思新两三年前有关对话 我读了以后是非常之震惊的 因为在这场对话当中 刘思新就是抛出了他自己科学主义的这么一个立场 那什么是科学主义呢 他有一个基本的说法 他说我觉得技术或者科学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 然后江小元听了以后大惊 江小元就说 那科学能不能解决这个人生的目的的问题 刘思新的回答又再次让江小元和我大吃一惊 他说 科学可能不能回答人生的目的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来取消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在我有限的阅读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最极端的科学主义的这么一个想法 那我就想听听这个常老师 您对这个刘思新老师的这个观点 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评论 王雅 their 我们会讲的科学呢 近代科学我们想到的是大概16世纪末 17世纪前一半或者17世纪整个吧 那么我们想到的名字大概是 比如像戈白尼 伽利略 笛卡尔 牛顿 是吧 惠根斯大概是这么一些人吧 大概代表了我们叫做科学革命的 那么现在你不管科学怎么发展呢 大家都认诅归宗 都是把这个当作是近代科学的滥伤时代 那么我现在应周莲或者刘慈欣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稍微有点长啊 不是一个小问题 反正 那么这个科学到底有什么特点啊 就是这个近代科学怎么一来 它跟别的思考方式啊 或者探究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那么在我们要从这个效果来看 从结果来看 这是相当清楚的 就是近代科学最后了解了整个的世界的结构 这个宇宙的结构 这个我们的生理的结构 是吧 我们的DNA的结构 等等等等 那么通过科学呢我们建造了 那么你们看到是吧 我们的公路 楼房 桥梁 是吧 我们的这个核电站 核原子弹 我们的计算机 手机 是吧 没有近代科学 什么都谈不到 这个都问题不大 但是是什么东西给了近代科学的这样一种 你可以叫magic 还有这样神经理 因为整个线索是很清楚的呀 你看那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民族 发展了那么几千年 谁也不可能想象 我们现在这些电脑啊 或者飞船呢 是吧 这个都是近代科学 那就是从那 从伽利略他们开始就来了 是什么东西给了他们这样一种 power 或者magic long long story 但是呢 伽利略本人就讲过一些话 其中有一条呢 我觉得就很揭示出了 这个科学的特点 以及以后 这个科学的威力 他呢 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从古以来 这个哲学家呢 就在不断争论 因为在伽利略的时候还没有科学这个词 意大利文里也没有 这个英文里也没有 就大家都把自己叫哲学家 所以他们也自认为他们是哲学家 是继承这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来的 他说自古以来两千年到他的时候 他离柏拉图大概两千年吧 他说呢 哲学家就在不断地争论 他说争论完了之后 我们有进步吗 我们现在仍然是在争论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问题 而且我们谁也不觉得 自己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更高明的见解 他说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哲学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呢 大概呢 它是这样子 世界上的事情呢 任何一个事物呢 都有好多性质 是吧 你比如说这杯子是圆的 是吧 是圆柱形的 中空的 塑料做的 是吧 这是这个杯子 那么里面装的水呢 它是无色 无味 透明 这次咱们都学过 是吧 那么每一样事物呢 都有好多性质 然后呢 这些哲学家们 或者我们这些爱思考人呢 就琢磨这万物的性质 看这些性质是怎么关联的 但是呢 他们没有呢 找到一个根本的办法 来对这性质做区分 什么一个根本的区分呢 就这事物啊 有两大类性质 一大类性质呢 是 它叫做第一类性质 我们翻译成现代话呢 也可以说它是客观的性质 还有一类呢 第二类性质呢 它呢 不说它是主观的性质 至少它跟主观有联系 这个我说到这里 差不多就已经能够区分了 比如说这杯子是圆柱性的 那么这是一个客观的性质 它不但对人是圆柱性的 它对其他的杯子 它也是圆柱性的 这个你往一个箱子里放杯子就知道了 如果是方的话 这杯子如果是方的 是吧 那么比如说一个箱子里能放 比如说这个四十一十六 能放十六个 你要放圆的呢 同样体积的杯子 你就放不了这么多 这是因为它的体积规定的 那么呢 比如说这个杯子的硬度 或者说这个桌子的硬度 这个硬度呢 是第一类性质 是客观的 不但对人是这样硬 它对石头也这样硬 它对这个面包也是这样硬 这些都是第一类的性质 那么是什么是第二类的性质呢 你比如说比较突出的 最最第二类性质的 好看 是吧 你说你长得好看 那庄子就说了 是吧 西施走过来人说 哎呦 好漂亮 但是沉于落雁 是吧 那大雁一看 哇 来个什么怪物 赶紧飞走了 是吧 鱼一看见 哇 来个什么怪物 赶紧游走了 沉于落雁 现在咱们说沉于落雁是好词了 庄子的意思是说 见着那怪物赶紧躲开 是吧 那么好看 这事呢 很主观 你觉得好看 猴子不一定觉得好看 是吧 猴子觉得好看 你不一定觉得好看 而且呢 你觉得好看 我还不一定觉得好看 是吧 这个呢 是 跟我这个 看的人有关 那么呢 进一步呢 这个好看是相当主观 这个容易说 但还有很多 也挺主观的 但是呢 我们可能 一开始没察觉 比如说红颜色 绿颜色 是吧 黄颜色 那么 除非你是色盲 否则呢 关于谁好看呢 我跟周莲有争论 但是关于红啊绿啊 那我们没争论 是吧 除非有一个是色盲 但是呢 这仍然呢 事物本身 是无所谓绿 无所谓红 无所谓黄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们都见过那个 狗眼睛里面的色彩 是吧 它是怎么模拟出来的 我们看这五颜六色的世界 在这个狗的眼睛里 就灰大大的 因为狗呢 它不主要靠视觉 大家都知道 是吧 它是靠嗅觉 是吧 那么我们跟狗眼里 看到不一样 那么 对于另外的一个东西 你比如说 不说是狗了 我们说 这个颜色 对于水来说 就毫无意义 懂意思吗 好 希望你们能够 差不多知道了 好 那么呢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世界上的 这个事物的性质呢 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是第一类性质 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客观的 它不管对什么东西 它都是有效的 第二类呢 是跟主观有关系 我还不说它一定主观 离开了看的人 听的人 摸的人 它无所谓存在不存在 那么呢 普通人呢 在意的就是第二类性质 是吧 我们街上人 这个好看 哎呦 这人真好看 这个画真好看 是吧 这个重要 这个 这个真好吃 哎呀 那个好难吃 是吧 我们生活 我们就是关心这些事情 结果呢 他说那个哲学家呢 自认为比普通人高上一等 结果呢 他们其实呢 就是 稍微装了装的 那个普通人 他也在那儿讨论 什么是美呀 什么 什么是善呀 什么 他就没有去 真正抓到 那个世界的本质 那个世界的本质呢 是在那第一类性质里面 好吧 好了 说到这儿呢 伽利略说 我们呢 这些新的哲学家 也就是我们后来 叫的科学家 说我们要变一变 所以我跟你说啊 以后呢 我们再也不去讨论 第二类性质 我们呢 第一件事 就是把第一类性质 和第二类性质分清楚 第二件事 就是专门去研究 第一类性质 那么呢 这第一类性质呢 不会因为你是男人 我是女人 咱们两个就看法不一样 不会你是基督徒 或者我是这个伊斯兰教徒 我们看法就不一样 它是完全客观的 不管是谁 你只要认识到它 那就是人造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呢 每认识到一项真理 它就真正是个真理 第二天你又认识到一个真理 它就是第二个真理 这样呢 我们的认识呢 就会把我们带向不断的进步 是吧 几十年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呢 我们比几十年之前 认识到了更多的真理 那么一两个世纪之后 当然更是如此 从此呢 我们就摆脱了 旧式哲学那个 争论不休 却原地都圈子了 这样一种窘境 让我们的哲学呢 走上不断进步的道路 OK 加利略说 那就是 天才 你 大概 你也没有几个人会比 加利略更天才 反正呢 他说的这段话呢 他是说在科学革命的 最最开始的那个点上 但是呢 你就是科学革命经历了 那么四个世纪到现在 你回过头来看 就好像 说的一清二楚 就科学是干嘛的 科学是 会不会进步 是吧 大概 是这样的一个 当然了 这只是 好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 但是呢 我想说呢 这是 科学的 你从这个角度来 想科学 你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点 你能看到 科学和哲学的区别 看到哲学和宗教的区别 科学和我们普通人 认识事物的 这个区别 而且呢 它的确 有助于解释 科学的 不断的 进步 以及 这种进步 所带来的 这种 力量 那么 现在呢 回到这个 科 那个 刘泽欣这个 statement 这个说法 这么一来 我们只讲这个第一个 第一类性质 然后带来了科学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和 这个巨大的进步 那么 第一类性质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么伽利略说了 在另外一个上下文中说了 他说呢 这个老哲学家 这些 旧式的哲学家 他们呢 总是关心第二类性质 是吧 美不美啊 善不善呀 正义不正义呀 是吧 他们呢 有他们的道理 他们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呢 是为这些东西生活的 是吧 你呢 想知道 什么东西 什么画是美的 因为你想看那美的画 你不想看那丑的画 是吧 你想知道什么是好吃的 因为你想吃好吃的 不想吃那难吃的 是吧 你想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因为你想做一个善人 你想知道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不义 因为你想要一个正义的社会 也就说呢 是这些东西呢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目标 OK 现在呢 一方面呢 伽利略呢 发现了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 但是呢 伽利略本人呢 他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 他只是说呢 我们呢 这些新的实验哲学家 也就是后来哲学家 我们想要取得进步 我们呢 就必须集中于这第一类的性质 但他并没有说 而且他也不认为 人类呢 就应该满足于 研究第一类的性质 和生活在第一类性质中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就人类的不可能 只关心第一类性质 而不关心美啊 善啊 正义 和非正义 都不可能 因为呢 人呢 生活有个目标的 我已经说得太长了 但是呢 无论如何 要补一两句 那么我们知道呢 伽利略 去世的那一年呢 就是牛顿 出生的那一年 是吧 这两个人就无缝衔接 一个呢 开创了 这个科学革命 一个呢 是科学革命的 极大成者 是吧 牛顿就是 到了牛顿 一切都不可能逆转了 因为他 把那么多 几千年没说清楚的事 说得清清楚楚 而且 为将来的研究 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就是说 乃至于 后面大概两百年 整个的科学 就是在牛顿的路上在走 那么 牛顿呢 当然是沿着 伽利略的道路在走 但是呢 他也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 大家都知道 牛顿的最后十几年呢 几乎是没有做物理学 如果他要做的话 百分之百 还会有好多重大的发现 和推进 在他手里完成 因为 大概你要是给 有史以来的人投票的话 可能牛顿是 天台No.1 是吧 但是呢 最后他十几年呢 他没有 去做物理学或力学 或者光学 或者什么 他干嘛呢 他在研究圣经 当然也做一点 这个点睛术 炼经术 这个呢 我们的教科书里 不爱说这个话 好多一开始 研究牛顿传记的 也不太爱谈这段 老觉得呢 跟牛顿的这光辉形象 有点不合 结果呢 有一家凯恩斯的经济学家 听说过 是吧 他呢 还是个古董搜集家 他搜集了一个箱子 这箱子里有 他就是碰巧 买到的那种一箱手稿 那是牛顿的手稿 后来凯恩斯 研究这些手稿 并且 把它部分的发表了 那么发现呢 牛顿他一直在研究神学 特别在最后十几年 牛顿一直在关心练金术 特别在中间有一大段时间 沉迷于炼金术 那么从这之后呢 我们有了一个牛顿的另外的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呢 并不自相矛盾 但是呢 跟那个 我们所想象的牛顿 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形象 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对于牛顿来说 他要弄清楚 这个世界的这个结构呢 是因为呢 他相信呢 上帝呢 绝对不会糊里糊涂地 造出一个世界来 上帝是充分理性的 他一定是根据一个 非常理性的plan blueprint 造出的这个世界 所以呢 我们要去研究这个世界的结构 这个呢 是我们通向上帝的一条道路 通过上帝之所为 来了解上帝 所以呢 我们研究物理学的目的呢 最后是要 更好地去信仰上帝 更好地去理解上帝 这是一个完整的牛顿象 在我们看起来 这是分裂的牛顿 但是如果你是体会呢 它不是一个分裂的牛顿 这是一个牛顿的全体 对 那么 我想说呢 这些 现在的科学主义者 我们两个都没有定义科学主义 但是我们也不见得要定义 说着说着就清楚了 想象呢 他们是 接着伽利瑞和牛顿来的 但是呢 他们呢 接了他们的一半 当然了 你可以说 伽利瑞最重要的是科学 牛顿最重要的是科学 不是他的神学 但对于牛顿本人 你不能这么说 这个我们从后果来看 不是从牛顿 他自己来看 是吧 那么呢 最后一句 对于牛顿和伽利瑞来说呢 他们的这两个方面的态度 容易 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 不像现在 这个科学主义呢 可能跟很多东西相冲突 一个重要的原因 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 信仰上帝 我这一点都没有像鼓吹 信仰上帝 我只是在解释 就是他们呢 因为背后有对上帝的信仰 所以呢 我再怎么做 那个第一类性质 也没有关系 因为呢 那跟上帝的信仰比较起来 跟那个精神比较起来 这永远是一小块 大的东西在哪呢 这个呢 是跟我们现代人 当代人不一样的 我们当代人背后的东西 已经没有了 一做这个 就只剩了这个 大家一定已经意识到了 我跟陈老师之前 是没有做任何沟通的 我们就上来以后 就是深聊那种 所以我提的问题 陈老师也没接过 他就给大家梳理了一个 这个近代科学的发展的一个历程 但是我觉得就非常的清晰和精彩 我想做一点点小补充 就是说到伽利略的话 我们都知道 他和牛顿都是自称是自然哲学家 是指挥家 但他研究是自然 他研究的不是人文 也不是社会 这是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指挥家 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 那伽利略他 作为一个自然指挥家 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贡献是 他做了一个区分 这是对陈老师刚才那个表述 我想做一个补充 就是他做了一个所谓的 物我相关的陈述 和物物相关的陈述的区分 听起来很抽象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一个女孩子 明眸善赖 美目叛息 巧笑倩息 whatever 你就在描写 她的这个眼睛 有多么多么的美丽 这是一个物我相关的陈述 有的人可能觉得说 大眼睛很漂亮 有的人觉得说 赵薇的眼睛太大了 有点恐怖 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今天天气很热 有的人说今天不热呀 我还觉得挺冷的 我经常跟我妈就发生 类似的争论 那怎么办 怎么去解决我们人和人间 这种分歧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采取物物相关的陈述 今天 赵薇的眼睛 直径有五厘米或者六厘米 大家比一下到底是多大 我也不知道 你会发现 就是物相关的陈述 它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不管你对赵薇的眼睛 好看还是不好看 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你都会承认 它的直径是多少厘米 我们在一个层次上面 我们达成了共识 解决了分歧 不管你对天热还天冷 有不同的看法感受 但是你对37度或者35度 是达成共识了 那物相关 它其实引路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数学语言或者科学语言 数学语言和科学语言 陈老师其实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它是把我们的那种 可感的东西 那种纸 与纸相关的东西 给剥离出去了 我们剩下的是一些 量化的一些表述 而这个量化的表述 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 长程的有效的一个推理的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把握 就刚才说的第一性质的东西 那在某种意义上 它可能取消的是对第二性质 或者说 它其实也不讨论第二性质的问题 因为我们哪怕对 眼睛的直径是五厘米达成了共识 我们依然无法对美 还是丑达成共识 对吧 就是它还是对第二性质的问题 是保持一种悬割的态度的 所以 伽利略所做的这个区分 它其实是极大的推进了 自然科学的发展 我们采取物相关的这种陈述 采取量化的语言 数学的语言 我们可以对第一性质 做这种披荆斩棘的 这种推进 我们可以把这个科学知识 逐渐的累进 但与此同时 它其实对第二性质的问题 对我们人文世界 所关心的问题 依然是保持一个 悬割的一个态度的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到了启蒙运动时期 其实古往近来 哲学家一直都非常困扰于说 科学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 而我们哲学 为什么还在原地踏步 我们还在争论 2000年前 柏拉图亚里说得 讨论的问题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哲学家 基本上 重口一词的答案是说 因为我们哲学的研究方法 没有效仿科学 所以要解决 哲学上的纷争 要想解决人文社科 这些领域当中 问题的这种纷争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什么 效仿科学 去建立哲学理论 那到了启蒙运动之后 因为人文在自然科学方面 取得如此之大的进步 所以就有一批哲学家 开始信心满满 他们试图 要用科学的方法 来解决第二性质的问题 来解决 何谓正义的问题 什么是一个良善生活 人生的目的 美和丑的问题 那这个思路其实是 我觉得是启蒙运动之后 一直到今天 你会发现 就是有一批哲学家 或者有一批科学家 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 他们会认为说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传统上属于 非科学领域的问题 都是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 予以解决的 那谈到科学的特性 除了刚才程老师 谈的问题 包括我刚才介绍的 物我相关和物物相关的 这个区分 其实科学的这种 研究方法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特点 就是还原论 就是还原论 曾经有人说 你如果一直在问 为什么 为什么 问到最后 一定是问到 粒子层面的问题 所有的学科 它的箭头都是朝下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今天讲美学 讲哲学 然后讲到比如说心理学 讲到社会学 经济学 再往下是 比如说生物学 物理学 最后可能就是 这种分子 粒子这个层面的东西了 就箭头是朝下的 所有的学科 它最终可以还原到 粒子层面的 这个问题 那今天的话 比如说 像我们在谈论 经典的哲学问题 身心问题 自由意志的问题 谈这些经典问题的时候 有一批脑神经科学家 就想从这个粒子层面 去谈这个问题 那还原论的这个冲动 其实是我觉得 自古以来 是自然哲学家 或者科学家 最根本的冲动之一 从古希腊的刘基波 德莫克利特 对吧 到今天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漫长的一个传统 那如果还原论 它是真的成立的话 很多人就认为说 科学主义 它就是有道理的 虽然我们刚才 没有对科学主义 做一个定义 但大概的意思就是 科学主义 可以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去解释 所有非科学领域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是说 还原论还面临一个 还原论只是 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维度 还有另外一个维度 什么维度啊 就是你还原到粒子层面之后 你还要从粒子层面什么 反过来建构到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 有机体的这个层面 我觉得我个人 自作为反对科学主义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我会认为说 还原主义也许是成立的 但是呢 反过来 还原论的 它的反面就是建构主义 它可能是 就不能够原路返回的 用一个 国外的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 他说 就是more is different 多是不一样的 就在还原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丢失了一些东西 以至于你不能够建构起 原来的那个东西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有时候整体会比部分 更容易描述它 比如说这个杯子 我们可以很好的描述它 对吧 它是一个圆柱体 它是 比如说高度多少 然后直径多少 但是如果我不小心 失手把这个杯子落在地上 它碎成了很多碎片 你在描述那个碎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要比描述这个整体 要困难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在科学当中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 我们今天都知道 Big Bang理论 就是大爆炸理论 我们都能够去相对比较好的描述 宇宙起源的问题 但是 前两天北京 号称是有一个大暴雨的一个 一个预警 然后所有人都在等雨来 对吧 然后有人说是因为东海龙王 他们没有 没有进京证 或者说没有做核酸检测 whatever 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 能够去推演大爆炸的 那个那一秒钟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们竟然不能预言 明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跟我刚才说的 那个point是比较接近的 整体比部分要 某种意义上更容易解释 那其实我 比如说我们 作为每一个活生者的个体 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 听陈老师和我在讲话 其实每个人心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 一念三千 你会有 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感受 这些想法和感受 其实你很难用 还原论的方式 去描述它 或者从粒子层面 去描述它 为什么 也很难用 从粒子层面去预言 比如说你下一秒的 这种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 其实就跟我刚才说的 那几个point是很接近的 一个就是整体比部分 要更容易描述 还有一个就是 还原论没问题 但是反向的这个建构本身 是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的 这是基于这些考虑 我会认为说 到目前为止 就是科学主义者 他们的那种乐观 我是持相当大的 一个怀疑的态度 怀疑的态度 当然了 就是面对科学主义的 这个挑战 会有几种不同的 不同的回应方式 一种回应方式 就是继续坚持 科学主义的想法 那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 他可能会这么说 说没错 现在我们的科学水平 可能不能够 很好的去建构 也不可能很好的 去描述细部的问题 不能很好的去解释 有机体的种种的这种 这种情绪啊 或者whatever这些东西 但是呢 这只是因为我们科学 还没发展到那一步 我们掌握的事实 还不够充分 一旦我们掌握了 全部的事实 我们依然可以实现 科学主义的这个理想 我想这可能是 刘慈欣背后的 一个潜台词 那另外一种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让科学的归科学 让宗教的归宗教 或让人文的归人文 这是两种相安无事的态度 也许还有第三种可能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 向程老师请教 第三种可能 就是科学和人文 能不能够形成某种 河流 就是知识的融通 就是所谓形成第三种文化 我简单解释下第三种文化 我就把话筒交给程老师 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 一个叫Snow的人 但程老师肯定是读过他的书 就是1950年代 有一个作家叫做Snow 他写了一本书 叫两种文化 两种文化的其中 一种文化代表人物 就是人文知识分子 或者文学知识分子 他们特别喜欢 谈心性问题 谈美和丑的问题 特别浪漫 那还有一种文化 就是所谓的科学文化 代表人物是物理学家 他说这两种文化 基本上现在处于 互相不搭理的那种状态 谁都不理解对方 在讲什么 比如说科学文化代表者 他们从来不读 莎士比亚的作品 然后呢 这个文学知识分子 或人文文化代表者 他们从来不了解 热力学动力是什么意思 或者也不了解 这个量子力学 他们也不care 彼此之间处于一种 存在的严重的隔阂的 这种状态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有没有可能形成 所谓的第三种文化 我们通过 借助于现代科学的理解 能够更深入地让我们 去把握人文社科 所关心的主题 与此同时呢 人文社科又能够保持 自己相对的这种独立性 并不完全被科学主义所吞噬 就不会完全还原到 粒子水平 就是我觉得第三种文化的 可能性其实 过去这几十年 一直是有人在谈 但是好像始终并没有一个 很清晰的眉目出现 我自己觉得是 你要回应科学主义的挑战的话 可能 就是说第三种文化 是否可能 也许是一个 能够 就是比较正面地回应 科学主义的一个方法 否则的话 你只能简单地停留在一个 否定 就是说科学主义是一个 太粗鄙的想法 但是光有否定没有用 因为人家依然信心满满 所以需要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但我不知道陈老师这方面 是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考虑 第三种文化 照你这样描述 这么设想 您那个没有 我听什么意思 从你那个角度去设想的 第三种文化 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 是不可能的 但是 我可能会推荐第四种文化 那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 而接着周莲的一些讲法 稍微再讲几句 就是说 第一当然 你们听到 周莲的论述 立刻就深化了我的那主题 我呢就是讲到了两种性质 是吧 这两种性质呢就有一点像周莲 杰克勒所讲的物物的关系 就是第一类性质就是 它对任何物 它都 这个形状 硬度 是吧 它对任何物都是成立的 是吧 电磁力 那么第二类性质呢 它或者是对人成立 或者对动物成立 或者对什么东西成立 总而言之 它不是对一切都成立 是吧 大概这样 然后呢 周莲就讲到了 由此又发展出去 大概他讲了两条吧 一条是 科学的数学化 这个他没有讲很多 但他提到了 还有呢 就是还原论 你要把这个 他们都跟这个伽利略的这个 物物关系和物我关系 有关联 比如说吧 比如说数学化 那么物我关系呢 比较清楚 或者这么说 物我关系呢 比较直接 就说 我说我一看是红颜色的 我就问周莲 我说你看什么颜色 我说红的 就好了 如果说他是一看绿的 那么两个 不管怎么争 但至少我知道 他看到他是绿的了 但物物的关系 你怎么知道 这个杯子对他的形状 对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成立呢 他对我成立不成立 我知道是吧 甚至对周莲成立不成立 我也知道 因为我可以问他 但是我现在要想主张 他对什么都成立 这从哪来的呢 我刚才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呢 你要想看这个形状 对成立不成立呢 我说你装箱子是 是吧 那装箱子的那当然毫无疑问 你要在工厂装箱子 你要去测量了吧 你要量量的杯子到底它的直径是多少 或者如果是方的话 它的边长是多少 箱子的边长是多少 然后你算最大的容积是多少 是吧 OK 那你就干嘛的呢 你就开始测量了 测量这个想法 能够达到客观性 早在柏拉图就提出来了 就是 因为其实加利略看到的问题 柏拉图虽然早2000年 他也不是没看到 那么他想呢 克服这种 物我之间的局限性的一个 基本的办法是测量 实际上呢 我们早期的科学 当然直到现在测量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或者环节之一 那么最早期的测量打气压呀什么 这些大家都了解是吧 那么这测量呢就成了第一步 那测量呢 刚才周连也举到了这些例子 比如说 我们两个你热我量 那么看气温 那气温怎么来了 气温测量来了 是吧 我们要把什么东西都把它测量下来 这个呢 我们就进入了物的联系 是吧 OK 那么我现在是在给周连做助角的 那么他讲了数学 他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讲很多 但是我现在讲还原论 还原论呢 显然是在一个意义上呢 它有很大的进展 你看我刚才讲的呢 最早讲的呢 就是说 OK我们科学家呢就是来研究物物的关系 物物的关系不研究 旋制是吧 不 他那反过来 当我把这个物物的关系研究清楚了 我就可以更好地来了解 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关系 我举个最 最简单的例子 是吧 哥白尼说了 这个太阳不动 我们动 地球转 那地球转 我们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了 那要地球转起来 那大风呼呼的 那你想嘛 那我们头多晕呢 一天那么使劲地转 转那么快 这哥白尼当然想到 有人会这么反驳的 是吧 那么哥白尼说的 说你坐过船吗 那时候可能火车没有 更没高铁 说你坐过船吗 当船非常平稳地滑 在水面上滑的时候 明明呢 你是在动 可是呢 你不感觉 你都要看着 它在动 你看到岸在动 山在动 是吧 咱们这个 《中皇子》里头有 仔细看山 山不动 是船行 是吧 突然呢 其实好像你在地球上啊 你待着稳稳地 你看着太阳在转 那是因为地球转得比较稳 懂得意思吗 这就是一个例子 当他来讲到了 那个科学道理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们的常识 发生冲突 是吧 说不发生冲突 我们一开始也不会觉得 那是个什么 挺高妙的道理 但是呢 他通过他那个角度呢 又反过来能解释 你为什么有你的感觉 懂意思吗 好 那么现在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红颜色 我们说呢 这世界是没有红红绿绿这回事的 是吧 那是你有眼睛 你才能够看到红和绿 但是呢 我们一开始呢 是不管红和绿 只管光的频谱 是吧 只管光的频率 至于我们只是知道呢 在这个频率上 你看到是红 那个频率上你看到绿 那个频率呢 你看不见了 它把红外去了 那个频率紫外去了 是吧 你看不见了 那么你的可见光 就是这个范围 但你为什么看到红 为什么看到绿 这个事我不管 但是不 以连接 慢慢慢慢的呢 我们生物学也发展了 是吧 我们呢就知道我们这个眼睛呢 是怎么感光的了 以连接 诶 这是在跟我说话吗 不是吧 OK 现在呢 我们通过把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视觉 本身呢 也这样的分解开来 分解成视网膜 是吧 这个分解成我们的视神经 然后呢 我们在研究我们的大脑 我们就研究出了呢 如此这般的频率 这么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 然后呢 我们视网膜呢 有这么两种感光细胞 一种感光细胞呢 它就感光这个强度的 另外一种呢 它能够感觉颜色 但是呢 它不能感觉那么多种颜色 它经过了怎么一个调整之后 它就能把 很感觉到的 很 很简单的颜色 它就能够 配成了一个非常 复杂的颜色 无光实色 OK 那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了 周莲说的还原 然后呢 我们又通过 他说的这个还原 在牛顿呢 叫做分析与综合 就是分析与综合 学哲学的可能都知道啊 有一套意思 跟这个牛顿说的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 牛顿在前头 刘顿就讲的 先要把这个 世界 把各种东西 包括数学 它这分析综合 其实它是从它的微积分来的 大家有点 有点知道微积分啊 总而言之 就是说 微积分的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时间 分得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变成无穷小 是吧 这个我就能解释 这个速度的变化了 但anyway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先把世界分一分 分得越小越好 然后呢 我们又通过综合 就是他刚才说的 那个建构 我们又把它 就重新建一回 我们最早呢 把这个感知的世界呢 好像抛开了 我们只讲这个分析的世界 等我们综合之后呢 我们又回来了 把它 这个我们为什么感觉红 为什么感觉绿 乃至于 你为什么生气呀 是吧 那我们就查证的 生上腺素呗 是吧 你为什么觉得这个美呀 我们查证的体验嘛 查证的神经嘛 是吧 是吧 这个为什么正义呀 什么正义感那么强 那么我们就反正 做个什么CT 是吧 看看 你为什么正义感那么强 哎 他们就通过这个分析 然后又综合呢 把这个做解释 是吧 现在呢 我是在给刘 那个周连做注脚 你听懂吗 就是周连讲的这个过程 大概 我就举两个例子 来说明我们怎么先走还原的道路 然后再走建构的道路 最后呢 把它建构出来的 那么他所讲的刘自欣 我不太了解刘自欣是什么观点 刚刚听他说了一点 或者 但是呢 他说的是 好多人的确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们先 科学先坐着 坐着坐着 科学回过头来 你别说你好像 你会诗啊 你会哲学啊什么 哎 最后咱们都给你搞定 沿着科学 这个叫科学主义 做科学不叫科学主义 那就是做科学 科学主义就是他说的这个 就是说我们通过做科学 最后把你以为科学做不了的 结果呢 都给你搞定 乃至于 所有的事情呢 我都给你搞定 如果还有没有搞定的 那是我们科学还没做到价 大概这样 咱们不是闲聊 我是不是有点太严肃了 我没板着脸吧 闲聊呢 我插一句啊 他刚才讲到两种文化 他问我第三种文化 这个Snow这本书呢 1951年出的 世界变得真快 1951年的时候呢 写两种文化的时候 Snow写两种文化的时候啊 他是在为科学家鸣不平 说本来呢 你应该既重视人文文化 也重视咱们现在说的一般的科学 是吧 科学文化 他说可是呢 现实却是 这个做科学的就让人看不起 他做文学的 是吧 做莎士比亚的 做这个 修其底德的 他觉得 他那叫大学教授 你什么做什么 生物的什么 你就是实验员啊 懂得意思吗 教授教授的 满腹经伦 这叫教授 你一个实验员 啥也不知道 你就是会 跟机跟机的 做实验 然后得出俩公式 这种不行 所以呢 这个Snow说呢 这不对的 这大学嘛 就是应该你这文科也 教授呢 当然要尊重 但理科 理工科的教授 也要尊重 是吧 坏了 三十年过去之后 等我去西方上大学的时候 没那回事 是吧 那 物理学教授是教授 那 这文科教授就跟着 沾光吧 是吧 因为大学的经费 都是我们工科弄来的 是吧 如果我们工科不强 联邦也不拨钱 谁也不拨钱 那么哲学系干嘛呢 我们当时哲学系呢 主要是考教逻辑 你教哲学 你挣不来钱呢 所以呢 我们就得开好多 好多逻辑课 并且学校规定 这个逻辑学呢 是任何一个学生都必须修的 必修课 你二选一 要么就修数学 要么就修逻辑 你也知道 你这美国学生 一听数学 哇 这东西太难了 咱们来逻辑吧 是吧 上当了 逻辑比数学还难 但是 不知道啊 他以为这个逻辑好一点 他就来学逻辑 这么的 哲学系呢 能够把他的 这个生存的理由 存在的理由 建立起来了 我们开那么多 逻辑学的课 所以我们都去教逻辑 你真正教哲学 就不行了 没人听了 那 那只不过三十年 当然话说 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习是吧 那是五一年到八几年 就已经完全转过去了 今天更不用说了 是吧 OK 那么呢 我们还回来讲还原论 刚才周莲说到呢 这还原论其实也自古有之啊 原子论就是还原论 是吧 刘基伯呀 德姆克里特呀 伊比丘鲁啊 是吧 这个大学者 但是呢 这个刘基伯这一套 原子论的线索呢 是我们后来讲科学的人呢 觉得希腊人真了不起 早在两千多年之前 就提出了原子论 虽然呢 那不是一个安全科学的原子论 但是 不得了 但是我个人也觉得不得了 你要去读一读 它可不是 就那么瞎一想原子 它可讲好多多 它所设想的原子是干嘛的 那讲得非常棒 但是 布拉普图不买账 雅里士多德不买账 以连接 他们呢 是 觉得这原子论不行 具体的原因我不讲了 但是呢 就着周连的话题 既然做助角 我就一口气做到底 他们呢 你看到了啊 那周连说的向下的这个路呢 其实两千多年前就有了 但是呢 同时呢 这两千多年以来呢 都一直有一条向上的路 不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 先分析后综合的那个路 它就一上来 就要向上走 我举个例子 听说过布拉图的理念吗 idea 或者像 我不知道怎么发现 edos 或者whatever 就是 就是 理想国 理想国 这 不就是这个idea吗 是吗 应该是吧 这坏了 真是没有上雕意识 Anyway 理想国呢 这个 所讲的这个理想呢 就是这个idea 然后从idea 到了idealism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布拉图在会影片 你没读过 你也听说过 是吧 他就 交给他们 那个会影片里的女神 我估计长得很漂亮 但是没有插图 我看 我看的没有插图的版 哦 这儿呢 那么呢 这个女神呢 就是领我们 从 那个比较低级的美 怎么一步一步上升到 比较高级的美 我知道在座好多女生 在镜子里都觉得自己长得很美 但是呢 那是一个低级的美 是吧 人的美 相貌的美是低级的美 心灵的美呢 就比较高级 但是呢 心灵的美 你个人心灵的美 还是低级 最高级的美 就是那个理想的美 就是那个 美的理念 就是要往这个理念走 好 我再举个例子 我细的不讲 你们要知道就知道 我估计都知道 那么 你比如想这个 像这个 亚里士多德 他就讲呢 原因有四种 是吧 有四个方面 叫做四因说 那么 最重要的原因 规定了事物之所事的原因 是形式因 这个形式嘛 就是FORM FORM就是ADOS 是吧 往上走的 那么好了 伯格森听说过 是吧 说呢 这个 生命呢 就是一个 创造性的过程 那么 生命从哪来 从无机自然来的 以连接 那 无机自然怎么会来生命呢 因为无机自然呢 其实也是一个 创造的过程 就这世界 整体上就是一个 生生不息的创造 这个创造什么呢 当然了 让更高的事物迈进 叫创造 这跟现在这个 当代艺术 有些不是那么想的 是吧 当代艺术呢 他有些艺术家呢 认为 我这东西只要没见过 就叫创造 但是古代人不那么想 从前人不那么想 说说说我创造了一个 垃圾 是吧 那不叫创造 他说那创造是 那创造一个 比现在东西更好的 那叫创造 所以呢 伯格森就说呢 他说创造进化论 是吧 没读过听说过 是吧 他往上走 尼采听说过 是吧 对了 尼采也是这个意思 啥呢 这个整个这世界呢 就是一个不断向上走的 这个过程 当然 现实的过程是不断下降 但是呢 就我们的那个内在冲动来说 我们总能推冲东西 它不断上升 是吧 最后我们上升到哪了 上升到 Superman 是吧 超人 人的目标是什么 那 你要照你这么说 人的目标就是猴子了 他不是 他说呢 人的目标是超人 都是向上 这个呢 那么我们就说呢 我就举了几个例子了 当然你可以举 好多好多例子 就那始终有一个 它不是那个 先还原在综合的那个上升 他就说那是世界 整体上 它就是一个内在的 上升的过程 所以你不知道那个上升 你就理解不了这个世界 那 柏拉图很简单 是吧 你要不知道美的理念 你就理解不了美 你怎么知道这美的 那是因为呢 你呢 上辈子 就已经天赋的 给了你美的理念 只不过被你傻傻的压制在那了 是吧 美的理念 不需要别人教你 只需要把你自己的那个傻傻的东西慢慢拨开 是吧 你就在心里就找到了那个美的理念了 是吧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啊 它是那意思 最后我再讲一个 那么我们就讲了两种上升啊 分析了然后综合的上升和一种天然旧上升 那么现在 那我们现在 where are we 柏拉图亚尔卓德 伯格森尼泰 还行吗 那科学主义就是这意思啊 就是说 你们不说了半天吗 最后 还得科学说了算 你们那个呢 作为一个理想 作为一个诗 作为一个个人的安慰 fine 但是呢 你对世界没有解释力 所以呢 除了科学呢 不是说别的东西不能有 你可以有点小情怀呀 是吧 有点小感想啊 是吧 有点小梦想啊 这可以 但是呢 咱们要来真的 科学 是吧 这个话 好了 刚才呢 我们已经说到了 你想真正的知道 你是怎么看到红颜色的 科学 科学告诉你 发出红光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 是吧 告诉你们了 而且呢 还告诉你们了 接收这个红光的 这个频率的 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什么视网膜 有什么 这个 结构啊 有什么神经 神经源怎么走的 他真的告诉我们 我们是怎么看到红颜色的了吗 这呢 我现在再换一个例文听听啊 就会把这个 我说的 真的告诉我们没有 这个问题变得更鲜明一点 现在呢 有那么几个巴拉斯坦小孩 在那儿溜达 然后呢 以色列的坦克开过来了 这巴拉斯坦小孩呢 就晚上扔石头 还有一小孩 自己做了一个自制炸弹 往那个 坦克上扔 这以色列士兵 就拿端起枪 幸亏以色列士兵 比较克制 是吧 不是在 真正战争状态下 他不会开枪 但是呢 开枪走火 是有的 你看报道 的确是打死过 巴拉斯坦这种孩子 换句话说 这巴拉斯坦孩子呢 是冒了相当的风险 至少是冒了相当的风险 干这个事 Why 他为什么干这个事 OK 那么呢 我们就去把这个孩子呢 弄到医院里 去查查他的体液的变化 是他看到了什么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看到东西呢 在脑神经里 是怎么转的 转完了之后呢 他引起了哪些体液 比如说肾上腱素的提升 然后肾上腱素提升 又怎么通过他的神经系统 导致了他的肌肉的活动 好吧 OK 那如果科学再发达 我们就不用让他去医院了 我们只要在他脑子里头 插上各种电击 以连接 是吧 就把他整个的这个过程 都记录下来了 而且呢 解释的一清二楚 到底他呢 是什么使得他 去扔这个自制炸弹 可是为什么马克龙到了黎巴嫩 人就不向他扔炸弹 还那么欢迎他呢 是吧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去查查 黎巴嫩人的 这个铁循环 但是呢 一个问题 非常明显 就是 为什么巴勒斯坦的孩子 看到 以色列的 军队 他就有这样的体液 和神经的变化呢 以连接 为什么 以色列的孩子看见 他就是另外一种变化呢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说 当你把用还原的 然后再综合的方式 把这个整个的事情 都解释了一遍之后 还是没有解释 周莲最早的提出的那个外 周莲不是讲吗 就是这个 是他讲的 还是我讲的 就伽利略讲的 是吧 就是我们要把 外的问题 对 我们要把 外的问题扔开 我们来问号 OK 号和外的问题 是交织在一起的 但是 如果你要说 科学也回答 外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 看见的是红色 那么这个外 仍然是号的一部分 当你说 这个 巴勒斯坦的孩子 为什么会扔 把这个 会扔石头 或者扔炸弹 这个为什么 当你把它的体液 和神经测了一遍 你仍然是在用 号来回答 外 那个我们一开始 问的外 仍然没有被回答 我甚至可以说 仍然没有被问 因为一开始 你就沿着 伽利略的那个 号 开始走上 科学之路 你不会走着走着 之后 那个外回来 他永远不会回来 他问的第三种文化 我当时说 以那样的描述 我认为不会有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不会 沿着那个 号的路 慢慢又捡回了 那个外 只不过你有可能 遗忘掉 还有那个外 以连接 因为你后来的那些外 都是由号构成的 懂你什么 啊 这个 那个 张老师最后那部分 我觉得讲的是 特别震撼人心啊 我自己听的时候 是满新潮澎湃的 就证明了 我做政治哲学 和道德哲学 是有意义的 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对 所以 我就特别感恩 听完以后 我觉得 就存在的勇气 增加了很多 刚才张老师 做了很多这个 助脚 其实 我也想给张老师 做一些助脚 你会发现 这个搞学术的人 特别喜欢做助脚 而且那个 学术著作里面的助脚越长 说明他越有学术性 对 越有学术性 刚才谈到这个还原论和建构 张老师用的是分析和综合 其实还可以用一对 就是我们普通人更熟悉的概念 就是简单和复杂 因为还原就是把复杂的 还原成了简单的 那建构就从简单到复杂 我特别喜欢一个 这个科普作家 也不能说科普作家了 就是史蒂芬·平克 我觉得他是当代 最好的几个 综合了这个科学哲学 然后社会科学的这种大家吧 你们读过吧 史蒂芬·平克 对 他最近有一本书 叫《当下的启门》 大家一定要去找来看 我这里来 我得马上插几句 史蒂芬·平克 写书写的简直就是 他就是天生会写书 书写的真是好看 但是 他先出的那几本书写得好 后来越写越烂 他最近的这几本书 是一本比一本差 他最先那几本书 一本是语言本能 还有一本是白板 这两本很好 我觉得 就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不好 但是当下的启门 我还是很喜欢 那他在这里面 其实提到了几个point 我觉得 他这point跟其他几位 作家的想法比较像 就说到这个简单和复杂的关系 或者还原论的问题 他说 就今天很多批评科学家的人 都会把还原论作为科学家的一个原罪 因为还原 他就丢失了很多复杂性 就好像刚刚常老师说的 他只问how 不问why的问题 但是他说 其实科学家除了讲还原论 当然他说是好的科学家 他是想把还原论和复杂性 同时保留 同时保留还原和复杂性 而不是只讲还原 不讲复杂 他还有一个想法 好像是他讲他另外一个人讲 他说人文知识分子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只讲复杂性 没有还原的思想 只讲复杂性 就程老师刚才举的 比如说柏拉图啊 伯格森啊这些人 或尼采啊这些人 他们都是什么 就直接就从此时此地开始上升了 开始飞升了啊 去向那个至善的世界 或理念的世界走 他不讲还原这条路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想要把 还原论和复杂性 同时保持住 当然我不知道怎么保持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那说到反科学主义 我和程老师立场当然是一样的 但我们俩也都不是反科学的人 一定能体会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我甚至会认同平克的说法 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不是艺术 不是音乐 不是别的什么人文的东西 其实是科学 科学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 甚至可能没有之一 它是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世界的理解和自我理解 而且它在可见的未来 它还一直在向我们的人文社科这些领域做渗透 但是我们一定要聊 科学对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用两种文化的比较 就是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那我觉得平克他有一个说 有两个说法很有意思 他一个说法是说 科学告诉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而他初听这句话觉得卑之无胜高论 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说 科学不是性格开合的 不是用图像的预言的或者神话的方式去理解世界 他是有一种特定的方式去理解世界 那这种特定的方式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了很多了 比如说通过数学的语言去理解世界 通过还原论的方式去理解世界 这是科学给我们的一个启迪 就是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爱因散也说过一句 他说世界对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于 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 我当初读到爱因散这句话的时候 我也是很震撼 虽然我不懂相对论 我也不是个科学家 但我能想象和体会到 就是科学家 他们突然认识到 这个世界竟然是可以以这种方式理解的 那种诗意的浪漫 我特别用诗意的浪漫这个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反科学的人都会认为说 科学是一个姐妹的过程 消解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 诗意的一种理解 但是我自己读一些科学大家的说法 他们会提出不同的想法 比如费曼 费曼在一个演讲当中 他就说 用科学的方式去理解世界 那难道不是一种诗意的浪漫吗 那可能是一种更诗意的浪漫 只不过我们可能被 传统的那种思维方式给束缚住了 比如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 人站立在地球上面 有可能是不像我们一样头顶着天 其实可能是头是朝下的 然后地球是绕着太阳 不仅公转还自转 然后宇宙是无限的 他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诗意的浪漫啊 为什么你要说它就是 就是没有诗意可言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Anyway 回到平克 平克说了 第一个point说 世界是可理解的 第二个说的是什么 他说 要让世界告诉我们 我们关于它的各种看法 是否是对的 这句话听起来也是卑之无胜高论 但仔细去琢磨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我告诉我自己 我关于这个世界的想法 是对的还是错的 不是程老师告诉我 我对世界的想法是错的 还是对的 不是一个共同体告诉我 是什么 是世界告诉我 让世界告诉我 我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或想法是否对 还是错 这个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比如说 从古至今 我们的很多 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 都被颠覆掉了 世界告诉我们说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地球是不动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人是一个有神性的 或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 这可能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至少它是没有根据的想法 我的point是什么 我的point是说 我反对科学主义 我不认为科学可以解释 人生在世的所有问题 尤其是根本问题 但与此同时 我尊重科学 尊重科学迄今为止的各种成就 而且我相信 科学虽然不能取代人文 不能取代人文的文化或者理想 但它可以限制我们的各种理想 它是有限制性的 比方说 刚才程老师提到了 伯格森 尼采 它当然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 一些对人的这种自我理解 但是我们今天的确会认为 伯格森的那些理论 尼采那些理论 它就是一种 一种文学性的一种想象 它 它是缺乏科学性的 它是缺乏科学性 当然你作为个体 你可以去阅读它 去通过它 帮助你加深自我的理解 但是 我会认为说 那只是一些 个人选择而已 那是个纯粹的个人选择 而且它 不能够很好的放置在 今天的这种 整体的这种时代 在氛围和环境下面 不能够成为一种 与现代科学 我不说 合拍 但至少 不矛盾的 这么一种 一种想法 这么一种想法 所以回到第三种文化 我自己还是在 试图去想这种可能性 我不认为它们是完全割裂的 就是关于比如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生和死的问题 正义与否的问题 当然它不可能完全还原成 我们的 我们的 刚才常常说的这种脑神经的活动 或者体液的循环 或者深上线基数荷尔门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 它不能还原成这些东西 并不意味着说 科学关于这种第一性的这些解释 不会对我们 所试图建构的道德理论和政治学说 没有反作用的影响 它可能会构成某些限制 它可能会构成某些限制 当然这个限制到底在哪里 我现在还不知道 其实我今天来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就是想听陈老师谈这部分内容 但是他似乎并不认同 他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我想再多说一嘴 我不知道陈老师刚才谈到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小孩的时候 谈到比如说看到红色的人的 不同的这种反应 看到坦克车的不同的反应 其实跟心灵指挥当中谈到 那个Colier Colier感受指 其实是很接近了 可以这么说 还不太一样 还不太一样 你可能那个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 有一个延伸的关系 因为我们说感受指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同样的 光的这种波长 然后你说红我也说红 但我们对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它当然心灵哲学它是 就是把这个讨论的这个范围 还是落在很窄的地方 但是您是要把它拓展到 比如说政治的理解 或者说那种历史的文化的 这个背景下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 可拓展的一个可能 刚才不断地有一个噪音说 以连接以连接 大家听到没有 我觉得那个好像是 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母调 就是我们试图把所有的问题 连接在一起 但是在连接的同时 又要说它的这种差异性 那回到感受指这个问题 感受指其实被认为是 这个心灵哲学当中最难的问题 是hard question 不是easy question 那就在于 我觉得感受指可能很难被 这种脑神经科学去加以解释 这是一方面 就是它不能够通过还原的方式 彻底解释感受指 因为每个人对于同一个事物的感受 是非常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感受指 它是使我们每一个个体 乘其为个体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好像查尔莫斯还是谁说 感受指是 是另外一个人说的 感受指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是性命攸关的一个东西 就在于 我觉得就在于它是一个 让每一个个体 乘其为个体 让差异性乘其为差异性的 最重要的地方 那这个的话恰恰就是 可能是科学目前为止说 无法解释的东西 无法解释的东西 而这也是 我们做人文社会科学 它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 对 我就给程老师做这点助讲 对 我跟周莲可能在这些问题上 或者甚至也包括另外一些问题 那个大的 大的那个框架 大的方向 可能是挺接近的 但具体的某一点上 比如说 平克那本书 是不是 写得特别好 这个就不一定 永远是一致的 那么我有点理解那个周莲 说他 他比较关心的是 或者说最关心的 其实还不是 就是科学怎么怎么 变成现在这样等等 而是 就是 第三种文化 也就是 科学已经是个事实了 是吧 科学就已经发展到这了 他 你说他这片面的真理也好 你随你说什么 但是 你否定不了他 他就在呢 那么 你去reject 是吧 我们两个都不是reject科学 但这个还不够 你不是reject还不够 就是呢 你看怎么能够把它 包容进来 就是在那 对世界的整体理解中 科学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么他特别关心这个 那 我觉得当然 这个是 你要走到那的话 肯定你最关心的 就应该是这个 就是说 而不是一种 什么锯齿科学啊 或者说 不相干啊 等等 但是呢 的确呢 今天我们没有展开 这部分的讨论 因为 这部分 这部分的讨论呢 毫无疑问的 大家都能明白 就是说 你就需要对 对科学 到底怎么走到今天呢 你得不说 特别了解 你得相当了解 否则 你就会设想出一些 就像说 中国 你也不要老去批评 中国这个那个 是吧 现在问题是 怎么弄下一步 但是呢 但是如果你是 根本不知道 中国怎么弄成 现在这样子的 你就不知道下一步 你关于下一步 怎么弄 就是一些空谈嘛 是吧 你必须得知道 中国怎么一步步 正面的或负面的 是吧 怎么走到今天的 你想下一步 中国怎么弄法 可能还稍微靠点谱 大概这样子 所以呢 那么我们现在的确是 来不及去讨论 或者 都谈不上讨论 来不及去探究 尝试去讨论 我们的第三种文化 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周莲呢 提到了一点 我觉得 还是比较明显 就是呢 就科学的 这个对任何 严肃思考的限制来说 这个作用呢 是相当 相当之明显的 比如说 我现在呢 做了理学 是吧 我呢 说呢 人呢 这个 都是一种很高尚的东西 是吧 人呢 他都 他都很不在乎他的欲望的 是吧 是吧 实力信誉 这个人只要愿意 是吧 他就可以 超出他的欲望 这个呢 就有点缺乏科学根据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我们 他调查了很多人 研究了很多人 也对人的这个生理啊 什么 他都对好多这个解剖 他 他 的确他就是有那些欲望 是吧 他的那个理想 而且就是这个人的那种努力 跟这欲望 它是连着的 是吧 这个好 那你了解一下科学啊 或者科学的就做出的限制 那你要是现在 突然有谁提出了一个 特别理想主义的伦理学 这个就古怪了 是吧 但是呢 他这方面吧 其实我个人啊 不是觉得科学的突飞猛进 真的就好像 提供了多少新的限制 这个没有科学之前 那些像亚里士多德这些人 基本都知道是吧 不会 那种提出那种空想的 理想主义的 伦理道德理论 什么政治理论 那不是因为他缺乏科学的限制 他根本的就是 缺乏哲学的限制 我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好空想 那好的哲学家 有没有科学 也不是那样想法的 这个我慢慢再跟这个 周莲来探究啊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 周莲提到呢 这个伯格森呢 讲这个创造进化论 缺乏科学根据 这个呢 作为一个 单独这个事情呢 我想说 在这件事情 我跟周莲的看法 不是完全一样的 by the way 我想提一句 就说 这伯格森呢 这个跟这个 大的话题没关系 就这个 你简直可以说个事实 但是 还是有些implication在后面 这个伯格森呢 他是一个科学教养 既有点同时 也是有点相呼应 也是一个科学教养 非常非常好的 哲学家 那么呢 当时呢 这相对论出来 是吧 这个 安斯坦 做出这个相对论 那么 这个整个思想界呢 就觉得很 很有意思 说呢 因为呢 伯格森的那个 创造进化论呢 就跟时间观念 连得很紧 伯拉图的那个 伯格森的这个 博士论文 后来他改写成 他的第一本书 就叫做 时间与自由意志 英译本 叫做时间与自由意志 能看到了 是吧 创造性和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跟时间 是吧 这我不讲了 你拍拍脑子 我都能讲到他的联系 因此呢 时间的研究呢 是伯格森的一个 重点的领域 那么现在呢 安斯坦做出了 这个相对论 相对论呢 当然翻新时间观念 是不是啊 那么就好多人呢 就想知道 哎 这个伯格森会怎么看 这个相对论 于是呢 就在这个法国呢 就组织了 一场巨大的对话 那是全世界知识人 的一个盛宴 不是 或者一个期待吧 就 这个就是 当时最大的哲学家 和最大的科学家 终于碰到了一个交汇处 Time Pied Tump 然后呢 这个对话呢 如期进行了 有一本书 就叫做呢 波格森与爱因斯坦 讲这个故事 就是 这个对话是 来龙去脉 然后 鱼波不断 也包括这个 两种文化 谁占上风 谁占下风 以及 不是变化 不是一本 了不起的书 不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但是要讲的这话题 还是 还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 我想 当然 尼采的这个 科学教养也不差 虽然比不上 这个 波格森和 这个 怀特海 当然话说回来 尼采毕竟比 他们早了 50年了 是吧 你说科学本身 也还没有 像相对论啊 量子力学啊 甚至 进化论 刚刚开始 还没有遗传论呢 是吧 所以 尼采所对的 科学背景本身 跟20世纪的科学 也不一样 这就不继续说 但是呢 我想说呢 至少就我们所谈到的 具体这几个人来说 都属于哲学家里面 科学教养比较深的 但是呢 当然我不否认 这个 周连所要说的 这个一般的观点 就是呢 你一个哲学家 也不知道科学怎么回事 然后呢 就想着 弄出一套哲学理论 跟这个科学 已经建立的事实 已经确立的事实 和建立的这个 科学认知 相冲突 这种 这种就 就不灵了 那么周连刚才所讲的 最后一部分 我也不重复了 我想说呢 其实它是给咱们 今天的这个 话题 它另外一部分 做了一个定义等于 就是科学精神 就是科学精神 就是你要尊重科学 是吧 尽能力量去理解 了解科学 承认科学 确立的事实 和发现的 对你的思辨 所形成的那种制约 所形成的限制 或者是什么 然后呢 你要正面的看待 这些事实 和理论 而不是把它 复制高格 是吧 这些呢 都是 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那么 我们这部分 没有讲很多 那么正好 刚才周连讲到了呢 等于说是 补足了 这个话题的 另外一半 好 谢谢程老师 谢谢程老师 程老师果然是 非常有经验的 这个老教师 我们那个 讲了一个半小时 科学主义 没谈科学精神 那程老师 用一分钟的时间 就把科学精神 给描述清楚了 而且把我们这个 讲座给圆回来了 特别厉害 然后我们那个 时间有限 还有将近二分钟 我们就开放 读者提问 欢迎大家提问 我们挑了一个 这个网友是 WMF 他想问两位老师 一个观点是 他的理解呢 就是说 科学是用来 改造外部世界的 那哲学是用来 改造内部世界的 所以想问两位老师 那是否 以这个观点来说的话 那哲学 因为作为研究 我们的内部世界 它是为科 就是哲学 是为科学奠基和立本的 就他其实想谈谈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那陈老师先来 因为人经常会引用 德尔菲的那句真言吧 就是整个的哲学 和科学的传统 是开始于认识你自己的 但是呢 认识你自己这件事呢 我也经常愿意提醒说呢 认识你自己 不是对着镜子 或者低着头 看你的肚脐啊 那个呢 你盯着自己 是认识不了自己的 你只有把自己 放在大千世界里面 你才能认识你自己 所以呢 认识你自己 如果你有这愿望 如果你真有这愿望 你就不可能 没有一种强烈的愿望 去认识这个世界 那么呢 你也可能 就迷失在这个世界中了 或者说 迷失在对世界的认识中了 大概是这样 那么 那你也可以说 如果你把科学和哲学 连在一起说呢 就是 它始终是在 两者之间 或者是呢 说的更具体一点的是 在认识世界的时候 不忘认识自己 这个话题呢 还可以再接着一步隐身 别着急啊 你以为我要讲好半天 不会的 时间到了 我知道 就是呢 我们呢 有的对世界的认识呢 是不包含 是不包含自我认识的 其实呢 这是一个角度 我刚才从最早从加利略说起呢 就是科学呢 近代科学呢 它就是有意识的 有预谋 有预模有计划的 要把自我认识 隔离开来 隔离开来 去认识这个世界 它取得的巨大进步 以及它为自己造成的局限 如果是 就是呢 它始终是要把自我认识 隔离在外 但是有些认识 是不可能把自我认识 隔离在外的 比如说 周莲刚才讲到的 我们对政治的认识 我们对政治的认识 你可以想办法客观 想办法把自己的那个 感情和立场隔离开来 但是 这个做法一定是有限度的 我不讲限度在哪 但是你放心 不会有任何一个 谈论政治的人 最后能够跟他对政治的看法 完全隔离开来 谈给我们任何有意思的东西 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 这个呢 也等于说是在 回答这位 网友的问题 那我不知道 回答的重点有没有补处 我给程尔在做一个小助角吧 我也是特别喜欢 德尔菲神庙那句真言 就是认识你自己 我们也知道 就是古希腊还有一个神话 就是斯芬科斯之谜 就是什么动物早晨是 四条腿 然后中午是两条腿 晚上是三条腿 然后答案是人 那我觉得认识你自己这个 哲学的母题 它其实是可以往两个方向去延展的 一个就是把这个你 做一个全称命题的理解 就是人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你做第一人称单数的理解 就是我是谁 我想说人是什么和我是谁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同的方向的问题 我觉得科学 我觉得科学 近代科学的发展 其实是极大的颠覆了人类的自我理解 就是人是什么的理解 这里没法展开去说它 但程老师非常的熟悉 就是在比如说亚里收德的那种目的论的宇宙观当中 人是什么 人是欠制在这个有目的的这种等级制的宇宙秩序当中的 那人它是有特定的位置的 是自然或者宇宙向着至善的方向 目标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阶段 但是近代科学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 这个世界它的这种目的性丧失了 它这种等级制不存在了 世界成为了一个量化的 君子的 无目的的这么一个存在 那人就被什么 就被从那个原本的那种等级序列当中被抛离出来了 我觉得科学革命或者近代科学 其实是极大的颠覆了人的自我理解 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自我理解 那这样一来还导致了一个后果 就是在第一人称单数的那个理解上 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 它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文艺复兴以后 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 你是你所是 或者我是我所是 我想成为什么 我就是什么 在座不知道有没有 应该是有一些朋友 你们是家里有小孩的 我给我女儿买一些绘本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 比如说成为你自己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是无法被他人定义的 换言之 你只能由你自己来定义 这个是从卖东西的广告开始的 是吧 它所有的产品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对 这个虽然卖东西的广告 我觉得极大的推广了这个概念 但这个概念 其实是可以回到文艺复兴 回到宗教改革 回到科学革命 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 这种目的论的宇宙观之后 导致的人的这种自我理解的这种改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 我还是想说就是 科学它也许不能够最终帮助我们回答 我是谁 就第一人生单数意义上的我是谁 但是科学的确是极大的限制了 人是什么的 或极大的改变了人是什么的理解 并且进而部分地限制了 我是谁的这种理解 它是有这个很强的这种约束力在这里的 我就做这点补充吧 谢谢那个中央老师和那个佳英老师 然后我接着你们刚刚说的那个 就是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说刚刚佳英老师说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 然后呢 如果这个刘思欣 我试图从他的角度R柜一下 他会觉得这个人的这个主观性质 可能是一个更高维的一个算法嘛 这刚刚那个周恩老师其实也提到过 更高维的算法 那么人呢 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在 就是处在一个时代 是他有这个最大的意愿和能力 想去decode这个这个算法 那么 其实就是说 刚刚那个佳英老师提到很多 就是自然科学的那个发展嘛 那比如说我们研究这个杯子 我们可以无限研究它 我们可以研究无数个杯子 打碎它会怎么研究 但是研究人呢 其实在古代我们是缺少很多data的 对吧 我不可能往人的脑袋里 所有人脑袋里都插一个管子 然后去摄取他的这些data 那现在呢 人呢因为这个behavior 很多的data都在这个 都已经digitized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就比如说 审美这个东西 那么你上淘宝 现在阿里给你做这个算法推荐 那他是不是在try to decode你的这个审美 然后包括就是大家如果用那个Gmail的话 基本上你在在Gmail里面打一个字 他能给你把下边那句话给你 给你写出来了 所以当然这个没有回答那个why的问题 但是呢 他其实是一种 用一种这个cosal relationship sorry 用一种这个correlation来去试图去 就他表象上 其实我觉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可以无限接近 就这个世界的表象 是让大家觉得 他已经decode了这个第二种性质 那么我觉得就我们可能 在下一代的时候面对的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社会面对的这个东西之后 就是我认为不一定能处理的特别好 它会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 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认知差来了 那我们就是您觉得 这个我们就是 当我们去怎么去迎接 这么样的一个社会变革 假如说这个scenario是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刚刚那个嘉莹老师提到why和how的这个问题 我其实我的一个很困惑的点就是说 通过人文真的我们就回答好why的这个问题了吗 就是能够回答好吗 因为我们 我研究一些商业历史嘛 我感觉就是当你从这个各种角度去抬口这 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dataset也是受到限制的 而且里面有大量的bias在里面 然后呢我就很困惑 我就只能把所有的这些历史上可能发生的 可能是这个事件是这样的解读的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probability来去认知了 就它永远不是一个 感觉不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精确是 就是这个就能这么回答这个why的这个问题的 所以导致我这个 这个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变得很困惑 我只能把它就assign一个概率OK大概率可能是这样的 有小概率可能是那样的 就是就是您能怎么着帮我 就能够更好的处理我的这个困惑 这是第二个问题 谢谢 你这问题啊 我们以后有机会慢慢说 那个我跟周莲分享 我我答第二个问题 周莲答第一个 因为啊因为第一个问题呢 啊哎呀那个因为这个第一个问题 他牵扯到这个代际 是吧就是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世界啊 是吧我们怎么处理啊 你想我们隔了四五代了 我怎么知道两代怎么处理 是吧那周莲还是隔得稍微近一点 他可能就知道是吧 对啊 是啊 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好问题 但是呢时间关系我特别简短的答 回答一下 第一 point one 这个好和外这两个方面呢 是我是为了讲清楚一件事 就区分了好和外 但是呢我不是说好和外 总是分开的 是吧 那么刚才已经讲到 那么科学里面 他走好 他会回答一部分外的问题 就是说至少是他的外的问题 是吧 那么人文也是一样 那么你回答外的问题呢 没有什么始终那个老是外的 是吧 他牵扯到好多号 这是point one point two呢是这样的 不存在 人文能不能很好的回答问题 因为呢是这样子的 人文呢有好的人文坏的人文 有这样的人文有那样的人文 那好的人文就回答的好一点 坏的人文就回答的坏一点 我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这种问题呢 它是不存在那个答案的 就是人家不存在答案 所以你只能说哪个回答是好一点 而并不存在那个好的答案 但也许在二十大可能会出了好的答案 但至少到十九大还没有 这个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呢 就是说它不是说我们不在科学里找 在人文里找 是呢 这个你要这么说我其实已经有意见了 我的意思说呢 这一类问题根本就是另外一类问题 这不但是问题是不一样的 它的问法不一样 回答法不一样 所要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这是另外的一套思考方式 那么我在那本小书里面就说到 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中就没有唯一的真理 在那意义上就不存在那个答案意义上的回答 所以 我其实特别想接程老师说 就是 哲学 尤其是哲学 不是说人文 哲学所追问那些人生在世的根本问题 它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程老师刚才说 可能好的哲学可以提供较好的答案 坏的哲学提供较坏的答案 但问题在于 哪怕好的哲学提供了好的答案 它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答案 所以 我记得柏林在谭米尔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说像这些问题的话 你要问他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或者问他有没有一个general的答案 这个问法本身就错了 这个问法就错了 因为这些问题是坐落在每一个人具体的生活 他的这种语境 传统当中的 每一个人赋予这个答案 以不同 赋予这些问题以不同的答案 这就是我觉得人文 他一直想要保持一种多样性和差异性 但是科学的话 他的这个思路是非常不一样的 科学思路 他就想要披荆斩棘成分破浪 他要一网无前 他要给所有问题以唯一正确解 唯一正确解 那就到了你的就是第一个问题 目前看来好像科学有这个雄心 哪怕目前没有做到 但他们依然觉得只是时间味道 并不说这个愿景不可能真正实现 只要我掌握更多的事实 更多的数据 做更精细的分析 我就可以给每一个个体提供唯一正确解 这个方向在我看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未来 非常恐怖的未来 就给每个人定制他的人生 那其实最终就是取消了我们的这种自我选择 自由意志的这些 使人之成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当然希望这个未来是不可能的 他如果是可能的 我也希望这个未来就是越迟到来越好 好在就是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 也许也不会到来 但是我的女儿会不会有一天 会面临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哲学家包括那些科幻作者 其实已经在各种作品当中做了类似的这种畅想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去抵抗这种可能性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发在读书上面 我当那个读书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说 用政治所死科技 这个当然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想法 但是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一种可能 就用政治去说死科技 老师你好 我是想问一个就是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问题 因为你看那康德就谈 如果没记错12个范畴的那些东西 包括我最近读戎格 然后他从心理类型的角度来解释一些哲学家观点的不同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人他到底有认知边界吗 这个认知边界到底是什么 人到底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来突破这个东西 或者整个这个问题是不是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就是这个 康德当然也会给这个认知画出一个边界 这个你既然问到 你肯定是这个意思是吧 就是肯定会对康德有点了解 那么但是呢 康德和荣格呢 主要还不是在谈 就是你要讲十二范畴啊等这些 主要还不是在谈这个人的认知的边界 他主要是在讲人的认知的这个机制 那么这个机制呢在某种意义上呢 他已经设定了边界 是吧 因为你必然会这么认识 那么在这种 如果有什么东西 是超出这样的一套机制 那你就认识不到了 是吧 那么 但是呢 你知道这个 科学更早一点的时候 我们说哲学 或者说理性认识 大家会知道就是说 理性认识呢 现在我们都挺怀疑的 我们讲这个科学主义啊什么的 挺警惕的吧至少 但是呢 理性认识的一个特点呢就是 它跟感性认识 它有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感性认识呢 就是它受到你经验的限制 是吧 你看是红的就是红的 你看是绿的就是绿的 那么 不可见光 你要问你说 不可见光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是自相矛盾 我看都看不见 你问我的是什么样子 那么 理性的特点呢就是呢 它有一个办法 它能够让你认识到那个 你永远看不见的那东西 是吧 嗯 我们刚才讲到原子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因为 后来当然 有有有这个 什么那个 射电妄影镜啊什么 我们看到了好多东西 但是 刘基伯他们就直接了当说 这原子你永远看不见 我设想就是看不见的东西 但是呢 看不见不等于不能认知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我讲的有点简单 它怎么认知的 那么当然 它会通过好多办法 其中一个最简单 不是 最大宗的办法 就是通过理论 实际上理论就是这意思 就是理论就是说 你要是有了我这理论 你就能够看到 你就能够知道 你经验不到的东西 这是理论的最根本的意义 是吧 就所谓黑箱嘛 是吧 我没有办法给你拆开黑箱 但我告诉你这个 一套理论 我就能告诉你黑箱里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可以说 理性认知是没有边界的 这我个人看到 好 那我们今天下午的沙龙就到这 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 给到两位嘉宾老师 对 不知道大家在今天下午这个 思想的游历当中 有没有找到自己要的东西啊 然后那个之后也很欢迎大家 常来Naive咖啡馆参加我们的活动 来这边聚会 好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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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